第十五章 开始修行 毕竟从交手来看 妖族判定我们各个实力都提升不少 荣火王说道 征战世界间隙是战争的最关键一步 若是五重天妖王们无法从世界间隙进来 人族将获得长时间的太平 甚至可能是永久的太平 三大宗派自然倾力栽培 元出山这边 孟川 真武王都是拥有洁净秘宝兵器 彭木 云建海也都得到帝君级秘宝兵器相助 其实对于仅仅是封王神墨的几人来说 帝君级秘宝兵器和洁净秘宝兵器的区别没那么大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彻底发挥宝物威力 彭木 云建海 原先都是普通造化镜战力 在世界间隙修炼多年虽有进步 但也提升幅度不大 这次再宗派 根据他们的擅长 赐予他们最适合的帝君级秘宝兵器 顿时达到顶尖造化镜战力 两界岛 黑沙洞天支持的力度 虽然都不如元出山 当然也有底蕴的差距 但也非常用心 两界岛无比重视千穆王 所以赐予千穆王两件帝君级秘宝兵器 配合元神六层手段 简直横着走 千穆王的同伴古铜王 两界岛甚至用一宝改造了古铜王的肉身 作为离寿命大县 也只剩下四十余年的封王神魔 古铜王也很配合进行了肉身改造 肉身改造是有很多缺陷的 从此不再是人了 从此肉身无法提升 甚至可能失败 肉身崩解死去 可一旦成功 都会实力大尽 妖族的独龙老祖 就是因为一宝身体被改造 得到了不死之身 而黑鲨洞天的底蕴 可比两界岛深厚多了 黑鲨一脉 太阴一脉 刀 各一脉都很独特 轻力栽培下 戎火王 通明王 北木王都有各自擅长 联合起来 丝毫不逊色于两界岛的队伍 我们都得到宗派栽培 实力大尽 戎火王接着到 妖族之前是安心在世界间隙修炼 如今遭到我们追杀 妖族那边 也定会大力栽培那些妖王 妖王们平均实力 不如我们神魔 但他们数量太多 加上多年在 世界间隙修炼 达到造化镜实力的 也比我们多 一旦得到妖族帝君大力栽培 各个都将实力大尽 梦川点头 千丝圣主 别说是洁境秘宝兵器 即便是拥有 适合他的帝君级秘宝兵器 千丝圣主 实力都将大尽 那样的话 自己面对千丝圣主 只能仗着一闪身数百里的速度 迅速逃跑吧 根本不敢正面交手 妖族论 底蕴 可比我们深厚的多 荣火王说道 种种宝物也更多 在场 各个压力挺大 梦川知道 原出山底蕴是最深 可苍原祖师留下的宝物 被后面一代代神魔用的 太多了 如今也就绝学秘术 这些对妖族还占优 其他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 特别是适合普通神魔 造化镜的宝物 人族 真的很稀少了 这也是最近数十万年 人族越加弱缘故 妖族却是长期强盛 帝君每一代都有几个 历史上 捷径大能也不少 长久岁月的积累 妖界疆域 都比人族世界大了 近十倍 算是中等世界的极致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更小心了 荣火王说道 妖族知道我们底细 很有可能 栽培其他妖王时 先重点栽培几位妖王 派遣他们 来世界间隙袭杀我们 比如让孔雀君主 和数位妖王组成队伍 主动来找我们 嗯 在场各个点头 按照三大宗派提前定的计划 真武王说道 袭杀结束 接下来 我们就 耐心在世界间隙内 修炼 世界间隙 对我们而言 乃是修炼圣地 不过修炼时 按原计划 两界岛和黑沙洞天的神魔 暂时会合 你们双方可以互补 我们 原出山队伍也会会合 好 荣火王点头 有荣火王 他们配合 足以应对种种危险 千木王点头 他和同伴以原神秘术 蛊虫之术最为擅长 而黑沙洞天那边更擅长正面搏杀 双方联手也是质变 队伍实力大增 原出山队伍会合 同样实力大增 真武王 孟川 护道人 彭沐 云剑海 各有个擅长 配合起来 妖族派来再强 队伍他们都有底气一战 我们会耐心修行20年 荣火王接着到 20年后 我们几个都需要进入沉睡 对 我们寿命有限 不能一直在这拖 千木王点头 妖族应该不会拖延超过20年 拖延越久 他们也会怕出现变数 真武王微笑道 看了孟川一眼 这个孟师爹 可是妖孽人物 再过20年 怕是实力会再大进吧 就算妖族真的拖延超过20年 你们尽管沉睡 等妖族发动攻击时 再唤醒也不迟 真武王笑道 荣火王 千木王 他们都点头 他们都是400多岁 其中年龄最大的荣火王 离寿命大县 只剩31年 千木王也只剩下39年 时间都很紧张 那就告辞了 告辞 双方很快分开 两界岛和黑沙洞天的五位神魔 一同离去 虽说他们两家曾有仇怨 可在这场战争面前 两家也是齐心合力应敌 护道人王善 又进入小型洞天 静修冥想 缓慢恢复 魔锥上的伤痕 那些许伤痕 如果是孟川 一个时辰就能恢复 护道人王善 却需要近半月 呼 孟川他们四人 飞到天地断裂处 轰隆隆 无比粗大的紫色 雷霆撕裂时空长河 紫色雷霆庞大的惊人 甚至肉眼都看不到镜头 他猙獰而恐怖 让真武王 孟川他们四位都感到危险 这里的雷霆 是世界间隙内几乎最强的 真武王说道 我们就在这修炼吧 嗯 棚木 云渐海 孟川都震撼看着 紫色雷霆 批出的黑白气流 都形成了一座 大型的黑白湖泊 这座湖泊 一半是在世界间隙内 一半是在无尽幽暗中 湖泊有五百里范围 湖泊内都是黑白气流行程 他们相互追逐着 也粉碎着幽暗 五光石色力量澎湃 仿佛浪潮 不可再靠近 真武王说道 一旦被波及 我们便可能丧灭 这才是真正的毁灭世界的威力 棚木惊叹 也同样创造着世界 孟川仔细欣赏着 这次的紫色雷霆 和过去看到的不同 可能因为范围更大 肉眼都看不到紫色雷霆镜头 令各个方面感受更强烈 特别是那种毁灭感 让孟川一阵阵心静 他真的能毁灭一切 自己接近他 也定会瞬间化作鸡粉 参悟他 掌握这种可怕力量 孟川眼中有着渴望 第十六章 二化雷霆 真武王 释放开领域 影响周围 自然戒备着 孟川他们四个 都自然释放无间领域 强者修行时 最不喜被打扰 特别是沉浸在参悟中 可能旁人的干扰 就影响了关键的突破 所以大家都释放无间领域 彼此都不会逾越界限 这湖泊 玄妙不可言 真武王露出笑容 观看着 他周围开始出现真武领域 也参悟阴阳湖泊的奥妙 阴阳湖泊内 无数黑白气流 相互追逐 威力却可怕无比 粉碎着幽暗 令世界诞生 若是掉进这湖泊内 都是瞬间粉碎的 生命有限 大到无限 彭目看着世界诞生异想 自言自语 越是接近寿命大线 越是觉得自身渺小 彭目看了眼旁边的老友云剑海 云剑海 已经拔剑开始施展着剑术 剑光阵阵 仿佛水浪般环绕在周围 嗯 彭目有些惊讶 看着远处的孟川 孟川却是从洞天法柱内 照出了桌 咦 颜料盘 画笔等物 坐在那开始挑起了 颜料 他在干什么 彭目暗暗疑惑 孟川坐在书桌前 整个世界间隙 都是自己的书屋 眼前紫色雷霆撕裂幽暗的场景 就是自己要画的对象 终于第二次来画了 孟川心中很雀悦 上次绘画时 我境界较低 还停留在封喉审魔阶段 如今达到法御境大成 再来观看 感受明显不同 修行的不同阶段 观看紫色雷霆 自然 收获也不同 依旧画雷霆15项 这是孟川早就渴望的事 他铺好纸张 镇齿压好 提笔 沉思片刻 便绘画起来 有上次绘画的经验 也是有想法的 首先他绘画雷霆的虚空一脉 虚空之九天象 这是孟川参悟颇深的 自创的云雾龙蛇身法 就蕴含其中诸多奥妙 孟川起笔 就是九天象 沉浸在其中 妙妙妙 绘画 这九天象时 和自身参悟结合起来 有了更深认知 孟川不由激动 无比 朝闻道 喜死可以 说的就是闻道之喜悦 孟川在绘画时 感受到光芒向更深底蕴时 仿佛看到了道 看到了真实激动的热血沸腾 眼中含泪 元神都在绽放灵性光芒 这也是强大神魔比较常见的 在有所突破时 有更深感悟时 发自心灵的喜悦 也会扣问本心 引起元神蜕变 孟川这次绘画 先是虚空一脉 九天象 雷玉香 虚实象 无我香 一次绘画 沉浸在绘画中 忘记了时间 修行到疯王神魔阶段 不吃不喝不睡一月 都精神极好 虚空一脉 电闪一脉 毁灭一脉 生命一脉 将雷霆分成四方面来绘画 共十五幅画 不管是神魔 还是妖王们 在世界间隙 观看世界诞生的震撼场景 都会觉得浩瀚无边 根本不会奢望 将世界诞生的种种奥妙 都融入自身所学中 因为实在太浩瀚 只能选择其中一点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参悟之 融合之 令自身提升 孟川如果修炼刀法 也会是这样 可此刻是绘画 绘画 是为了绘画出紫色雷霆的神韵 将紫色雷霆各方面神韵 都呈现在一幅画中 看到画 就像看到真实的紫色雷霆 那才叫完美 然而限于绘画能力 孟川才分成十五章 绘画的过程 是孟川更深地认知紫色雷霆的过程 旁人修炼 只看一点 孟川认知是整个紫色雷霆 而且 以绝代画手的眼光 把握着其神韵本质 这也无形中 影响了孟川修行道路 妖界 寒冰宫殿 大殿内 三位帝君高座宝座上 眼前的虚幻场景消散 筛选 结束 玄岳娘娘说道 想必对所有五重天妖王的实力 都有清晰认知了 持续十余天的考验 针对的是每一个五重天妖王 嗯 星河帝君轻轻点头 从表现来看 千丝妖王 在所有五重天妖王中 实力是第二第三的水准 但记忆境界却是最高的 她最有资格得到一件捷径秘宝 好 同意 彭皇 玄岳娘娘都点头 妖族因为历史上捷径大能有许多 所有捷径逆宝兵器的数量 也颇多 但每一件捷径逆宝兵器的赐予条件 都很苛刻 因为随意挥霍 底蕴在身 也会挥霍殆尽的 特别是赐予五重天妖王 捷径逆宝兵器 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次也是为了击败人族 彭皇说道 我妖族最适合千丝妖王的捷径逆宝 共有三件 让她自己选吧 玄岳娘娘点头 很快 千丝圣主来到殿厅内 看着大殿中高坐在那的三位帝君 连恭敬行礼 拜见帝君 他在骄傲 面对帝君也是无比恭敬 看看吧 玄岳娘娘一挥手 一书册飞来 上面记录了三件捷径密宝兵器的情报 你可以任选一件 千丝圣主接过一看 不由眼睛一亮 捷径密宝兵器的介绍 实在诱惑力太强了 翻了一遍后 他也迟疑了 帝君 千丝圣主恭敬道 人族的元神秘术魔锥 威力极大 我们妖族可有元神秘术护持 元神 抵抗那魔锥 或者和魔锥类似的 进行攻击的手段 他尝过护道人王善的魔锥威力 痛苦之下 勉强保持清醒 实力大损 也就孟川的破坏性不够 没能攻破一袍 若是轰破一袍 他命可就没了 孟川轰不破 可真武王等人确实能做到的 千丝圣主急需护持元神的手段 都没有 横黄冷然道 寻常元神秘术和你 所修黑莲秘术相差不多 想要拥有强大的元神秘术 必须修炼幻术一脉 且要达到极高成就 可人族的魔锥 应该不需要幻术一脉 千丝圣主说道 人族 东宁王 千木王等很多神魔都能施展 那是人族独有的秘术 彭皇说道 便是在狱外 强大的元神秘术 几乎都是幻术一脉 才能施展 非幻术一脉 威力还要 极大 少之又少 妖界并没有 魔锥尽招 让人族历代的强者们 都很推崇 几乎是必修 也是苍原界 具有代表性的杀手锏 魔锥原本是放在新海淀 外界势力 挥视这门秘术 却都得不到 那属下选择 捷径秘宝九命锏 千丝圣主做出选择 九命锏 是一位元神武 捷径大能的本命秘宝 关键时秘宝可化锏 化锏后数息时间 可重新酝养出 完整肉身 完整元神 几乎等于一条性命 玄月娘娘声音轻了 不过这破茧重生之术 必须配合那位 捷径大能自身血脉才行 我们妖族得到九命锏 也无法做到破茧重生 属下明白 千丝圣主恭敬道 属下看重的 是九命锏丝线的 坚韧和锋利 并且他擅长护持 肉身元神 捷径秘宝 大多对元神攻击 有阻挡之效 效果有强有弱 有的捷径秘宝 主要是为了杀敌 在护持元神方面就偏弱 而有的是为了保命 如血刃盘 在护持元神方面就很强 九命锏也是以护身保命为主 同样护持元神很强 九命锏 倒是适合你的千丝绝 玄月娘娘一挥手 一颗巴掌大的 泛着晶莹白光的蛋 飞向了千丝圣主 蓄以本命练弃法去练化 赶紧收好 去弃酒精式修炼吧 是 属下告退 千丝圣主忍着 激动接过这颗蛋 退出宫殿 人族的元神秘书 的确麻烦 星河帝君说道 我妖族的五重天妖王 在这方面处于弱势 苍元祖师 乃是七节径大能 他能寻到魔锥秘书传承 我们是羡慕不来的 彭皇淡然道 妖族历史上 毕竟最强也就六节径大能 虽然不止一个 可六节径和七节径大能区别太大了 苍元祖师能去的地方 六节径大能却很难去 虽然妖族的宝物更多 量更多 但人族的质却更高 元神一脉的传承 元神星辰和魔锥进招 在人族星海殿内排第一第二 都是让妖族流口水的 妖族显然都没这等传承 当然妖族也有他们自身的独特积累 孔雀该如何栽培他 玄月娘娘说道 这孔雀 可是觉醒了时空长河黑暗孔雀血脉 是我们对付人族的杀手锏 第十七章 三年 世界间歇 孟川收起桌椅等物 抬头看着紫色雷霆撕裂幽暗的场景 五十三天 十五幅画比上次绘画时间长多了 孟川轻声低语 绘画的过程中 元神一直绽放灵性的光芒 显然绘画时的感悟触动了心灵 影响很大 当年第一次绘画雷霆十五项 耗费二十三天 那是因为境界较低时 能看出的也少 看得少 绘画时就更模糊 隐约把握神韵即可 而这次 看得多了些 绘画时就更复杂更精细 这十五项的神韵 和真实的紫色雷霆 越加接近 十五项代表不同方面 但都是紫色雷霆的一部分 孟川心中明白 若是哪一天 能够将十五项都融入刀法 我的刀法 就仿佛真实的紫色雷霆 一刀出 可撕裂时空长河 粉碎幽暗 那我的成就 怕是能够比肩苍原祖师了吧 真实的紫色雷霆 或许比苍原祖师略弱 或许略强 以孟川如今的眼光无法判断 但从学过的群星楼绝学 雷霆界 三十刀 传承中的意境 进行比较 这紫色雷霆 是隐隐更强的 苍原祖师 以及异族的强者们 能达到那般境界 我孟川一样 有希望 孟川瞬间拔出斩妖刀 面对世界诞生场景 站在这苍茫大地上 挥皮而出 魔刀不误砍柴弓 对孟川而言 二次绘画雷霆 十五项就是魔刀 加深他对紫色雷霆的认知 有更清晰的方向 知道自己的刀法 该往哪里提高 时间流逝 一天天过去 袁出山这支队伍 以及两界岛黑沙洞天的队伍 都静下心修炼着 这一修炼 就是三年 三年时间 妖族没有派遣任何妖王 进入世界间隙 这也让孟川他们越加警惕 妖族显然暗中 在做着准备 越是憋得久 出手可能就越恐怖 对此 人族暂时没法子 孟川他们都 安下心修炼 实力提升 应对危险的把握就越大 轰隆隆 真武王盘西而坐 他周围形成十里范围的黑白二气领域 黑白二气追逐着 融合着化作灰蒙蒙的力量 汇聚在领域的核心 棚木 云剑海 孟川偶尔看到真武领域的威力 都暗暗惊叹 真武一脉 并不是走极端 但他的威力就是强大 并且是全方面的强 孟川暗暗赞叹 在领域 杀敌 护身各方面都极强大 这是一门非常全面的绝学 当然也因为太全面 也限制了他的威力 像时空长河中真正可怕的绝学 尊者能越阶杀帝君的绝学 那都是走极端的 如 金莲将士 论玄妙比真武一脉更强 而且诸多玄妙结合 只有一个目的 威力 将威力发挥到极致 方才做到越阶杀帝君 真武一脉太全面 只能算是人族历史上耀眼 和 时空长河中最逆天的绝学相比 还是逊色了些 厉害 孟川 彭牧 云剑海 却都很钦佩真武王 毕竟真武王在人族历史上都足以留名 在当代 便是最强的秦武 李观 白瑶月三位尊者 都是学的前辈绝学 忽然 站在苍茫大地上 孟川拔刀劈出 哄 这一刀劈出 肉眼看不见 只听得天地轰鸣 世界魔壁都扭曲 再没施展 神通之下 一刀令世界魔壁都阵战扭曲 便可见 威力 法御近巅峰 孟川低声自语 终于到这一步了 和我预测的一样 天地规则的压制也越加可怕 孟川思索着 来到世界间隙三年时间 孟川的无尽刀 突破到了法御近巅峰 若是在人族世界 没第二次绘画雷霆 没时刻参悟世界诞生场景 或许就需要五六年了 我55岁成 蜂王神魔 约八年时间 63岁法御近巅峰 按照正常来说 从法御近巅峰到洞天境更加难 我如今的修行速度 再耗费十余年 就该达到洞天境 孟川想着 但是那是寻常的修行路线 如果按照无尽刀 走极端路线 要成洞天境就难了 无尽刀 追求的速度极限 人族历史上 没有谁能够打破天地之谷 在纯粹速度方面 达到洞天境 追求极限 打破天地之谷 难度很高 时空长河中 倒是有强者能做到 一些强大的捷径大能们 也都能做到 所以血刃盘的符文 雷霆戒 三十刀 雷霆行走 这三门绝学 都有打破天地之谷的方法 雷霆戒等三不绝学 纯粹速度要打破极限 都只有一个方法 孟川暗道 以光芒向为核心 再汲取分波向 阴阳向融入其中 三向合一 才能一举打破天地之谷 修炼越往后 就需要融合更多相 比如 金莲将士 孟川估摸着 就毁灭之无尽向 毁灭之归一向 毁灭之虚无向 电闪之光芒向 生命之阴阳向 五相合一 才能成就金莲将士 越高深越如此 雷霆戒 三是刀 孟川觉得 都得十五相彻底结合 十五相代表的 只是元素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厨师 做出来是不同的 同样的雷霆十五相 不同的融合方法 最终形成的绝学 也不同 纯粹的光芒向 我已经修炼到 法御境巅峰 阴阳向 分波向 如今要分别都达到 法御境巅峰 再让它们完美地结合 才能三相合一 打破天地之谷 无尽刀 也提升到洞天境 孟川想着 三相合一的结合方法 最难 反倒是云雾龙蛇身法 无须打破天地之谷 孟川想着 他或许更早达到洞天境 在进入世界间隙的 三年六个月后 云雾龙蛇身法 也达到了法御境巅峰 无须走极端 打破天地之谷 孟川估摸着 不出意外 再过十余年时间 云雾龙蛇身法 应该能达到洞天境 反倒是无尽刀要多久 就说不清了 很可能卡在瓶颈 突破不了 孟川来到世界间隙 三年零十一个月 嗯 修行中的真武王 彭目忽然生出感应 转头摇看向一个方向 很快云剑海也生出感应 转头看去 唯有孟川没任何感应 化作鬼魅身影 修炼着云雾龙蛇身法 第十八章 接连常识 天地间出现了十八个孟川身影 看似真实 难辨真假 而孟川真身在深层次虚空中前行 因为云雾龙蛇身法 达到法御境巅峰缘故 在虚空中才能潜入更深 映射在外界的化身也更多了 孟师爹 彭目开口喊道 嗯 诸多身影消散 孟川停了下来 便看到真武王 彭目 云剑海三位师兄 已经汇聚在一起了 发生什么事了 孟川一闪身过去 有些紧张 世界魔壁被轰穿 妖王来到世界间隙了 没有 彭目笑呵呵道 是我们感应到很特殊的波动 应该是世界间隙有重宝出世 很可能是本源宝物 重宝出世 孟川心头一喜 来到世界间隙三年多在这修炼 也就偶尔普通宝物降落 并没有时空伏兵本命宝物这种层次的 世界间隙彻底形成 短则数十年 长则数百年 而本源宝物一般不超过十件 几年能碰到一件 算运气不错了 距离这里大概八千余里 真武王开口 我们赶过去瞧瞧 走 大家都没犹豫 孟川释放无间领域带着众人 速度也是极快 飞行途中 还捡到了十二件普通宝物 应该是这三年多时间降落下来的宝物 没妖王进来 人族神魔们又一直在修炼 所以一直在地面上被孟川他们捡到 等会儿可以在世界间隙好好逛一圈 或许能发现好些宝物 真武王孝道 普通宝物也是有用处的 极少成多吗 血魄石比较常见 多搜集点 可以当神魔血吃原材料 横木也说道 三大宗派 加上数倍的外门弟子 每年闯 生死官都有数百位 神魔血吃每年都要消耗 长期下来自然惊人 即便是尊者们也得操心 搜集神魔血吃的原材料 四人飞行了展插时间 终于来到波动源头 这时候也照出了护道人王善 五人摇摇看着远处 轰隆隆 青色狂风呼啸着 毁天灭地般的场景 大地粉碎 虚空扭曲 以孟川他们的势力 勉强看到狂风区域的核心 那是风眼的位置 隐隐有一颗青色的蛋 这些风 孟川发现 这些呼啸的狂风 是犯着青光的 这青光和孟川建国的天地断裂处的 五光石色力量之一的青光 几乎一样 是本源之力 孟川知晓天地断裂处的五光石色力量 都是本源之力 是创造世界的力量 威力都很可怕 本源之力汇聚于此 只有一种可能 本源宝物 孟川暗道 而且是风一类的本源宝物 这里郁郁的是风之本源宝物 真武王惊叹说道 本源宝物 只有世界诞生时才会出现 珍贵无比 而风之本源宝物更是独特 他们一般都拥有灵性 一旦彻底形成 就会破开蛋壳 飞走 它的速度快得匪夷所思 他们喜欢自由 一般会飞出诞生的世界 在域外自由飞行 在时空长河中 便是帝君们 都很难捕捉他们 真武王说道 至于我们 必须在它形成之前 将它擒获 一旦破壳 我们不可能擒获它 孟川等人都点头 这狂蜂 蕴含世界间隙的本源之力 真武王说道 我试试看 它摇摇伸手 灰蒙蒙力量 汇聚成一球 旋转着飞入狂蜂中 我借助 洁净秘宝之力 形成的这球体 护身威力极强 真武王说着 吃吃吃 狂蜂呼啸 毁天灭地 也吹过那灰蒙蒙球体 灰蒙蒙球体表面 出现很多裂风 但是也坚韧抵抗着 也迅速愈合 它继续往里飞行 可狂风阵阵 风是一阵阵的 有的强 有的弱 越是往里 风普遍更强 更密集 当飞了两百多里后 在更强的狂风下 灰蒙蒙球体 直接碎裂开来 彻底消散 挡不住 真武王见到这一幕 摇头道 硬抗本源之风 行不通 实力突破后 又拥有捷径 逆宝 他的实力 和蒙天歌 徐英武他们都捷径 也就秦武 白摇曰 李冠他们三个 有把握 数招击败真武王 他的护身手段 都扛不住本源之风 其他风王神魔 根本没希望 正面抗 扛不住 孟川也感知到 那狂风威力 毁天灭地的狂风 令虚空扭曲 自己都无法潜入 深层次虚空 肉身正面抵抗 只会被绞杀 我试试 彭木微笑道 他摇摇一挥手 一道青色藤腕 从手中飞出 飞入了狂风中 我这乃是帝君级密宝 这本源之风 也休想破坏 它便是蔓延到千里长 都不是难事 青色藤腕越来越长 延伸近狂风三十余里时 内部的狂风越加汹涌 吹得青色藤腕 摇摇晃晃 无法再深入 风威力太大了 而且排斥一切外物 无法再接近 彭木脸色胀红 令青色藤腕迅速缩短 我就不是了 我的剑法扇正面杀敌 这区暴握 我不行 云剑海平静道 我也没办法 护道人王善摇头 孟师爹 你可有法子 真武王看着孟川 我先看看 孟川脑海中 却是有一大胆想法 便仔细观察着 这狂风 透过雷瓷领域 无剑领域仔细查看着这狂风 这时候 远处有五道身影飞来 正是两街道 黑沙洞天的联合队伍 千木王 荣火王等 一个个一同飞了下来 适风之本源宝物 狂风范围好大 足 足千里 千木王 荣火王他们都惊叹 看着 你们比我们快一步啊 荣火王笑道 看样子 没能取出这本源宝物 你们可以试试看 真武王微笑道 三大宗派如今 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不管哪一宗派得到 都是对人族实力有帮助 我先来 通明王冷声说道 他身体中陡然飞出一道黑影 黑影钻进了狂风区域 狂风毁天灭地 却碰不到黑影分毫 可随着靠近 当深入狂风百余里后 黑影开始扭曲起来 那黑影迅速开始撤退 而后又回到了通明王体内 通明王脸色苍白 眼神黯淡 荣火王 北沐王健壮都暗暗皱眉 他们俩都觉得 同伴通明王希望很大 没想到这都不行 我也试试 古童王说道 一挥手 便是密密麻麻 上万古虫飞出 这些古虫飞行速度极快 一道道狂风彼此还是有距离的 只是因为本源之风太快 难以从缝隙中钻过去 可这些古虫们 却一个个灵活飞着 从狂风之间的缝隙钻过 也不断深入着 可越是深入 风就越加密集 一旦被本源之风扫过 古虫便化作粉末 不行 古童王也发现不妙了 古虫深入百余里 便全部撤退 撤退后还剩下三千多只古虫 有手段的都是了事 各个失败 这狂风威力太大 荣火王摇头说着 各个无可奈何 世界间隙虽然会诞生本源宝物 但有时候在眼前 也很难得手 孟川则是仔细观察着 心中也盘算着 有两三成希望 可以试试 孟川暗想着 第十九章 身法极限 本源之风 环绕在周围遍布千里 千目王摇看着 威力齐大 越靠近核心本源之风 就越加密集 威力也更强 我们这些风王神魔 根本无法接近 风形成漩涡 排斥一切外物 我们的兵器也无法接近 彭牧也说道 强大的兵器 是能够抵抗本源之风的 如果这狂风漩涡不排斥 就可以遥遥操纵兵器接近 获得宝物了 真武王 熔火王等 一个个都遥遥看着思索着 毕竟是本源宝物 有太多用途了 本源宝物 是世界本源运养形成 可以剃作神魔血迟的力量 也可以直接融入 自己世界的世界本源 壮大世界本源 若是将来世界面临降格危险 本源宝物 就可以为世界续命 维持住中等世界不降格 可以用来炼制宝物 可以用来修炼 本源宝物 有太多用途 数量又极少 便是捷径大能们 想要寻找都很难 因为只有世界诞生时 才会半生而出 我来试试 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梦川 梦川仔细观看着 这浩瀚广袤的风之漩涡 同时走向前去 师弟小心 云剑还忍不住到 梦川伸出右手 手指间碰触 像边缘地带的狂风 这让其他神魔们 都有些疑惑 手指去碰触本源之风 噗 一缕清风切割在梦川手指间 勉强破开不灭神甲 形成的光膜 在梦川手指间 切割出一道很细小的伤口 梦川收回手指 按道 和我预想得差不多 仅仅一缕本源之风 就有如此威力 如果遭到大量风席卷 在外围 我或许重伤下 能逃命 到了漩涡深处 怕是身体被绞碎 根本逃不掉 但是本源之风 只有强大破坏性 并无一时 更加不懂 透过因果杀敌 梦川说道 我只需留下血液 便可滴血重生 可以堵一堵 在原出山 梦川就留有一滴鲜血 如今梦川 在自己的洞天法珠内 也留下部分血液 王师兄 这洞天法珠 暂且交由你保管 梦川一番手 将洞天法珠 递给护道人 王善 护道人有些疑惑 结果 本源之风 威力太大 洞天法珠 能否扛得住 绞杀 梦川也没把握 但是他可以肯定 结晶密宝 肯定能扛得住 梦川又向真武王笑道 师兄 我若是失败 还请师兄 帮我收回这血润盘 自己身体被绞杀 血润盘 也会被排斥出来 你要真身进去 真武王猜到 不由震惊 周围 其他神魔都吃惊 看着梦川 东宁王 你的性命 关系到整个战争 不可鲁莽 荣火王连道 东宁王 不可冒险 千武王也担忧道 梦川一人解决百万妖王 若是没了 梦川 妖族又可以耗费数年时间 逐渐送妖王进来 送百万妖王进来 人族世界将重新进入噩梦当中 我有绝对保命把握 梦川开口道 主委无需担心 哦 在场 个个一听 绝对保命把握 既然东宁王有保命把握 我们便不劝阻 但东宁王务必记住 你的性命是最重要的 荣火王提醒道 梦川微笑点头 随即悬浮起来 脚踏着血润盘 嗖 梦川化作残影 直接飞入狂风漩涡中 就这么靠身法往里闯 古铜王健壮忍不住道 他速度冠绝天下 身法 肯定比我的蛊虫厉害得多 可这本源之风 毫无规律 越往里越密集 蛊虫之微小 渗透百余里 就是极限了 看着吧 通明王说道 在场神魔们大多都紧张 梦川踏着血润盘 灵活地飞行着 本源之风威力太可怕 早就另浅层次 虚空扭曲 或许达到夜红尊者的成就 潜入足够深的虚空 这些本源之风才威胁不到 至于现如今 梦川和夜红尊者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嗖嗖嗖 法御境巅峰的云雾龙蛇身法 再有血润盘相助 令梦川身法鬼魅莫测 从一道道风的间隙穿过 不断往里深入 庞大的漩涡 越往里风就越加密集 好快的速度 东宁王的身法 的确厉害 变幻莫测 且速度奇快 在边上看着的风王 神魔们都惊叹 梦川脚踏血润盘 一闪身能摆于理 当然狂风漩涡的环境 是不容许蛮横硬闯的 身法腾挪变幻更加重要 梦川在一眨眼 身法就已经变幻百次 从无数狂风中的缝隙中 穿过 风越来越密集了 梦川当穿过150里时 也感到巨大压力 一个念头 梦川额头两侧 浮现银色密纹 一缕缕银色闪电 在头颅周围闪烁着 双眸中也有着银色闪电 这一刻 神通流沙 当这些本源之风 变成十分之一速度后 梦川顿时轻松太多了 他脚踏着血刃盘 嗖嗖嗖迅速往里钻 两百里 三百里 四百里 迅速直逼整个狂风漩涡的核心 这这 这身法 边上观看的众风亡神魔们 震惊看着眼前这一幕 真武王都有些不敢相信 看着 原本梦川的身法 还在他们理解范围内 可施展神通后 梦川身法就鬼魅到匪夷所思地部 他们只看到无数残影残留 便穿过看似无比密集的狂风 得有一闪身七八百里的速度吧 北木王看着 低声道 最可怕的是 他完全能驾驭这样的速度 以如此恐怖速度 短短一眨眼 变换了至少数百次 至于到底变换多少次 我完全看不清 我也看不清 通明王道 面对这样的 身法 我的攻击根本碰不到他 他却能随意对我出手 熔火王点头 如此速度 还能眨眼变换至少数百次 他的原神思维能反映得过来 即便是风亡神魔 都觉得有些超越原神思维 反映了 梦穿脚踏血刃盘 一闪身百余里 施展神通流沙下 极限速度 是一闪身千余里 无尽身法 可达到一闪身一千六百里 云雾 龙蛇身法 踏着血刃盘 可达到一闪身一千两百里 但是速度太快 不一定驾驭得住 就像面对千丝圣主的 虚空蛛丝领域 在数百里领域内 无数虚空蛛丝 拦截 若是以最极限速度 瞬间冲过 很容易撞击到 太多虚空蛛丝 就像一个凡人 跑得太快 容易失控 撞到障碍物 对梦穿颜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踏着血刃盘 速度太快 在地底探查 自然没事 和千丝圣主 这些强大对手交战时 就需要完美驾驭 自身的速度 在之前 施展神通流沙下 一闪身五百里 是他能完美控制的极限 这种速度下 密密麻麻的虚空蛛丝 拦截 他都能灵活避让 一闪身九百里 是他的完美控制极限 再快 就有些失控了 失控的速度 在密集的 风之漩涡中 只会送死 第二十章 回归原出山 哗哗哗 借助血刃盘 令云雾龙蛇身法 越加快 越加诡异 神通流沙 让梦穿原神 有足够时间 施展出匪夷所思的身法 他留下无数的残影 在狂风 漩涡中越加深入 边上摇摇 看着的风亡神魔们 完全看不清 这等身法了 还剩下三十里 二十里 梦穿已经看到 整个本源之风 漩涡的核心 那颗巨大的青色的弹 但到了最后 距离 狂风越加密集 甚至缝隙少到 可以忽略 风太密集了 即便是神通流沙 让梦穿感应中的外界 慢到原来四分之一 可风演出的狂风 依旧密集地 让梦穿心惊 甚至在青色弹最近处 根本就没有缝隙 风只要刮着 就有浓烈处 以及稀薄处 听了 梦穿在青色弹十余里外 游异了下 在周围变幻 上千道幻影 这里的本源之风密度 还威胁不到他 冲 梦穿一个念头 神通掌控天地爆发 并且十八柄卸刃 也环绕在身体近处 神通流沙 仅仅影响自身肉体时 消耗最低 可维持五息时间 梦穿自我感觉就是 五十息 若是外放 外放距离越远 消耗越快 所以到了最后时刻 梦穿才放出卸刃 并且神通流沙的 无形力量 也触及着十八柄卸刃 哄 一瞬间 一百二十七次身法变幻 特别到了最后距离时 都没有任何缝隙 梦穿选择了 最为稀薄处 一冲而过 这最后的冲刺 完全达到了 梦穿的渐先速度 扑 即便是最稀薄处 也比最外围的狂风 要可怕 梦穿冲过瞬间 十八柄卸刃护体 略微震荡下 便被击溃抛散开去 可仅仅击溃一刹那 便让梦穿冲到了 青色弹的境前 收 梦穿手掌 碰触到青色弹 强行将其收入 虚空宝物内 在青色弹 进入虚空宝物的一刹那 周围的本源之风 仿佛失去了来源 迅速地弱下去 消散开来 梦穿的两条腿 已经被绞杀粉碎 一片血红色 弥漫四方 刚才还是被本源之风 扫过了双腿 呼呼呼 被绞碎的血肉 那一片血红色 迅速飞回 梦穿的双腿 迅速长出恢复完好 血刃盘 也飞了回来 达到低血镜后 只要粒子完好 便身体没丝毫损耗 若是粒子空间被摧毁 才代表一颗粒子 完全毁灭 而本源之风 是 无意识的 仿佛无数的刀切割而过 虽然将梦穿双腿 切割得粉碎 化作血物 实际上仅仅千分之一 不到的粒子 粉碎 其他粒子空间都完好 梦穿一个念头 所有粒子全部回归 损失的少许一个呼吸 就恢复了 成功了 梦穿看着虚空手环 感应着手环内的那一颗青色弹 风之本源宝物 还没出事 乖巧得很 远处遥遥看到 镇墓的熔火王 古铜王 真武王等一众风王神魔们 亲眼看到梦穿双腿 被绞杀成血物 一眨眼 又彻底恢复 这等恢复力 实在惊人 熔火王他们都有些震撼 夺得宝物过程中 梦穿展露的身法 神魔体的生命力 都有些让他们震撼 梦穿倒是不在意 因为妖族都知晓他情报了 对人族就更 无需隐瞒了 不管是硬抗九院妖圣那一拳 还是和千丝圣主他们的搏杀 妖族都能推测出 梦穿的肉身很强 且应该拥有不止一种神通 呼 梦穿飞回众神魔当中 东宁王这身法 真让我等开了眼见 北木王惊叹说道 以东宁王的实力 妖族是休想威胁得到了 千木王也露出笑容 丹平纳等身法 妖族在人族世界世界间隙都没办法破解 梦穿的实力 让这些蜂王神魔很是安心 毕竟梦穿对战争影响太大 恭喜你们元出山获得本源宝物了 我们也先告辞了 荣火王开口 告辞 古童王等一个个也说道 很快两届到黑沙洞天的队伍也离去 护道人王善则先回到洞天法株内 跟着梦穿他们四人 也开始在世界间隙内逛起来 逛了五天 梦穿他们在世界间隙内 捡了好些普通宝物 随后才轰开世界魔壁 返回元出山 风之本源宝物太珍贵 自然得尽快送回宗派 轰隆隆 真武王轰出通道后 他们四人也飞入洞口 回到人族世界 一回来 梦穿他们四人 就降落在元出山的那座无名小山上 如今人族世界是深夜时分 天空明月高悬 清冷得很 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李官带着秦武虚影 洛唐虚影瞬意来到这 惊讶看着梦穿他们四人 我们在世界间隙内 碰到风之本源宝物出世 真武王笑道 我们和两界岛黑沙洞天的 众多风王神魔一一尝试 都没法夺宝 最后是梦师弟出手 一举夺得了这本源宝物 风之本源宝物 李官 秦武 洛唐多露出喜色 这本源宝物未曾出世时 有本源之力庇护 一旦出世 风之本源宝物灵活无比 帝君都难以捕捉 你们竟然得到了 李官颇为激动 做得好 秦武笑看着梦穿 知道是风之本源宝物 所以拼了一把 运气不错 梦穿笑道 作为掌令者 梦穿很清楚 原出山的正宗宝物 天地大殿 如今真的急缺 风之本源宝物 以当初苍原祖世地位 搜集本源宝物时 很多一族强者 将家乡的本源宝物 奉上换取好处 但风之本源宝物 却是在世界诞生过程中 就会溜走 找寻 难度就高多了 苍原祖世一生 也就发现六件 部分用来提升世界 漫长岁月至今 已经一件都没了 这里面有风之本源宝物 还有世界间隙内发现的 其他普通宝物 梦穿将虚空手环 递给李观 好 李观接过 那我们就回去了 真武王说道 他们需要长时间 待在世界间隙 你们先回去 梦穿留下 李观说道 梦穿有些疑惑 真武王等人还是点头 轰破世界魔壁洞口 回世界间隙 有什么事吗 梦穿疑惑 看着三位尊者 如今征战世界间隙 是最重要的 没重要事 尊者们不会拦住自己的 李观 秦武 若唐 彼此相识 是有麻烦事 李观看着梦穿 这是 有些诡异 诡异 梦穿仔细聆听 第21章 事件 李观正重道 最近数月 我大洲王朝 境内有两座城池 先后遭到神秘袭击 每次都死去百万人 什么 百万人 梦穿脸色变了 自从解决百万妖王威胁后 整个人族都觉得太平日子来了 剩下的躲在小型洞天的妖王们 翻不起多少风浪 梦穿 真武王 千木王等一群强大风王神魔们 如今就想着解决世界间隙的危险 人族就将可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可谁想 梦穿他们在世界间隙时 大洲王朝又被袭击两次 还每次死去百万人 过去 妖族虽然攻城 但每座城都有神魔镇守 单个城池 也很难出现如此多死伤 梦穿忍不住道 凶手是谁 妖圣 之所以说这件事诡异 是因为其手段诡异 且至今不知凶手是谁 李观说道 镇守城池的神魔 发现 有一股恐怖力量 出现在城内 吞吸周围数十里范围内 所有凡俗生灵 无数生灵的血肉 都化作血气被吞吸 罪孽也被吞吸 彻底消失不见 吞是血气和罪孽 和我的斩妖刀很像 可斩妖刀也是吞吸斩杀的生命 而且距离也得比较近 梦穿 皱眉 吞吸数十里范围内的生灵 镇守城池的神魔 查出凶手身份吗 没有 李观摇头 三个月前 第一次袭击 那次遭袭的城池 负责镇守的是护法神兽 护法神兽有封王神魔实力 全力追杀那神秘凶手 神秘凶手却直接消失 根本没追上 第二次袭击 负责镇守城池的 是三位封猴神魔 其中赶得最快的 却看到滔天血气和罪孽 笼罩着的模糊身影 根本分辨不出 是妖族还是人族 那神秘凶手 跟着也消失了 封猴神魔们 根本追踪不到 两次袭击 都是来得突然 消失得突然 李观皱眉道 而且都是我大洲境内的城池 两界岛和黑沙洞天 并没遭到袭击 孟川听得神情郑重 听起来 很像是一些 邪义的修行法门 孟川皱眉道 人族历史上 是有一些 狠邪的修行法门的 人族 过去没有外敌史 内不斗得很激烈 有些神魔 将凡素为诸狗 甚至有些邪义的手段 斩妖刀 就是 类似的邪义兵器 只是到了孟川手里 成为斩妖的戾气 可妖族入侵后 三大宗派 并弃前嫌 联手对敌 明令禁止内斗 自相残杀 害死神魔 一旦证据确凿 那都是重罪 过去的 许多古老邪恶法门 都被封藏 根本不传弟子了 比如血神体修炼 太痛苦 后辈曾创出 修炼容易 但邪恶的法子 以百万人性命来助击 炼成的神魔体 被称作是血魔体 类似的邪恶法门 有好些 只是如今一种 都看不见了 邪恶法门学 又没处学 这八百多年来的神魔 几乎是历史上 名声最好的一批 神魔了 神魔们一代代 前赴后继 为人族拼杀 甚至为人族征战 为人族牺牲 代代相传 已经融入了 每一个新诞生的 神魔骨子里 人族的邪恶修行法门 全部封藏 外界几乎不可能有 理官说道 就算真的有少许 也不可能做到 同时吞吸百万人性命 连护法神兽都追不上 秦武说道 需要我做什么 孟川问道 你的速度灌绝天下 理官看着孟川 只要你能发现 凶手 就能彻底追踪他 让他逃不掉 孟川点头 以自己实力 天下任何一强者 包括造化尊者在内 都摆脱不了自己的追踪 你一息时间能有约五百里 理官看着孟川 如果施展那门特殊的时间神通 速度可达到十倍 神通流沙的秘密 孟川虽然保密 但还是告诉过 三位尊者 神通流沙 我只能维持三五息时间 施展到极限 对原神负担会很大 孟川又说道 那位神秘凶手 大范围吞袭百万人性命 也就两三息时间 会迅速潜逃溜走 理官说道 所以必须两三息时间内 赶到 整个人族世界 唯有你孟川 才有望做到 我们需要你 抓住这凶手 秦武也道 孟川微微点头 不惜一切之下 脚踏血刃盘 如今 无尽刀 也达到了法御境巅峰 再靠神通流沙 一闪身 1600里 一息时间 的确约5000里 神秘凶手 两次袭击 只是隔了一个多月 秦武说道 我们猜测他如果是 修炼特殊法门 应该会在近期再度出手 孟川 你只要在大洲王朝 中心腹地的一座大城暂居 一旦他出手 袭击我大洲境内城池 以你的速度 都能在三息 时间内赶到 洛唐说道 好 孟川点头 我就暂居在南水城吧 大洲王朝 南水城 南水城 整个大洲境内 距离他最远的城池 是西北边陲的城池 拥于城 绝大多数城池距离他 都在一万两千里之内 到底是谁 孟川在独居小院内 看着手中的卷宗 微微皱眉 是妖族 还是我人族神魔 他时间很宝贵 可理官 秦武 洛唐他们三位尊者 还是请孟川 暂时待在人族世界 来解决这危险 实在是每次袭击 就死掉上百万人 足以让整个人族人心惶惶 尊者们也心交无比 等吧 孟川也心交 只有等对方在动手 才能去抓 而对方一旦动手 又将是百万人死去 这让孟川兄中 杀意越加浓烈 一天天过去 转眼 孟川回到人族世界 也有大半个月 耶 大洲腹地的宇安城的高空 呼 虚空微微扭曲 一道暗红雾气笼罩的身影 出现在高空 俯瞰着这座庞大的城池 这么多鲜活的生命 一千多万人 暗红雾气身影 轻生低语着 随即降落下来 这宇安城虽然繁华 也有镇守神魔 可谁都没有察觉到 一个可怕存在的到来